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聊 不聊普法了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逻辑学 我们聊一聊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里 我们到底怎么来辨别信息的真伪 以及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 不被别人的思路带着跑 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一直都处于一个安定的状态 现在啊 这个网络上各种言论都会引起对立 引起纷争 那么最常用的几种手段都有什么呢 最最常用的第一 在我心里排No.1的第一个手段 就是稻草人谬误 稻草人谬误就是什么 就是你忽略 顾名思义立一个稻草人嘛 作为靶子 然后来攻击这个靶子 也就是说忽略了别人的真实观点 而是刻意的树立一个 很容易被当成靶子的观点 来吸引别人攻击这个观点 比如说目前闹得沸沸扬扬 最有名的一个事件什么呀 莲花清瘟事件对吧 既然大家都在攻击莲花清瘟 是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 莲花清瘟自己从来没有宣称过 它是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国家也从来没有宣称过 它可以治疗新冠 只是在某些时候说过你在感染之后 服用莲花清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你的症状 那么这种言论呢 最后变成了莲花清瘟自己说 它可以来成为新冠的特效药 这个靶子一旦树立了 就会怎么样 产生一个什么样严重的结果呀 就会变成了很多人来攻击莲花清瘟 它在疗效 它背后是否有利益纠葛 它是否在这个时机在发国难财 一切一切的攻击 一切一切的脏水都来了 起因就在于树立了这个靶子 莲花清瘟是新冠的特效药 但是这个靶子是谁树立的呢 这个背后的人是什么呢 它背后又有什么目的呢 这就非常的令人深思了 这个话题啊 不是今天咱们聊的主要话题 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举出来 那么在这个树立稻草人 命物这个靶子过程中 常用的手法是什么呀 常用的手法有几个 比如说是曲解观点 打一个比方 这个女朋友对男朋友说 说哎呀我今天工作太忙了 我都没有来得及看你的短信 然后这个老公得出了一个 这个男朋友得出来一个结论 我就知道你不爱我 对吧 这就是明显的在曲解 她的观点 从前面那个工作忙 跟她不爱她 中间隔了十万八千里呢 这是曲解观点 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第二个表现形式是什么呀 扩大解释 还是女朋友男朋友 女朋友跟男朋友说什么 说我的闺蜜 谁谁谁买了一块手表 特别的漂亮 然后呢 我今天去她家 她邀请我去看一下 她的这个手表 男朋友就说了 说你这个闺蜜 买了一块新表 一定很贵吧 她就是个拜金女 你以后少跟她来往 这就是 在这个原来这个基础上 在增加了一个观点 从她买了一块很贵的手表 增加了她是拜金女 这么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增加的就是 莫须有嘛 但是很容易别人就会说 她不是一个拜金女 她怎么怎么着 她这个表是自己分都买的 她怎样 这个时候你的观点就跟着别人跑了呀 我们讨论的重点 从来都不是 她是不是拜金女的这个问题 对吧 第三个观点是什么呀 扩大解释 还是一样的 比如说 女朋友跟男朋友说 说 我这两天又出差 跟我们那个部门领导 然后 她男朋友说 说你部门领导是个男的吧 你跟他一定是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闺蜜说没有啊 然后 她就说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 你就辞职 你不要去 这就是扩大解释 额外增加条件 我跟他有没有正常的男女关系 是不是正常同事关系 和我要不要用辞职来证明自己 完全没有关系 这也就是一碗粉 两碗粉了 这个证明方式嘛 谣言产生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 谣言产生最大杀伤力是 一旦树立了谣言 他要逼别人来自证清白 而你上当了 真的自证清白了之后 他就会根据你自证清白的过程中 编造新的谣言 你就会被他永远的 投入到这个黑洞里边 如果是说 比如说 你针对某一个人的观点当中 提出的某一个论据 来进行驳斥 驳斥完之后呢 就会被曲解 说 你否定的是他整个的观点 而不只是针对他这一个论据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站出来说 说我不是否定他整个观点 OK你上当了 这时候他就会说 你看吧 他自己心虚了 他都承认了我们的观点是对的 他现在自己再往自己往回着吧 他也觉得他站不住脚了 这个时候 你就真的上当了呀 你就 跟着他 陷入了一个 争论不休的一个怪圈当中了 第二种常用的手段 就是任意的改变你所说的这个观点的内涵 或者是外言 使你所说的这个观点包含的内容 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听起来好像一样 但实际上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概念了 这种方法跟那个稻草人面误啊 经常是集合在一起用 它通过改变你的观点 使你的观点变成了一个火把子被人攻击 第三种呢 也比较常见叫做什么 叫做窃取论题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吧 想想怎么说 小王是个说谎者 得出的结论就是 小王所说的话全部都是谎言 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论题跟论据之间 没有任何的分析推理的过程 而且这个论题是人为假定的 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支撑 小王是不是说谎者 没有办法证明 小王是个说谎者 他所说的话是不是谎言 中间也没有任何的论据支撑 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 也没有任何推导的过程 这种情况下 表现形式最明显的是什么呀 贴标签 简单粗暴 给某一类人贴上某一个标签 为什么会想这种说法呢 因为省脑子 每个人都喜欢听到自己想听的话 不想听到跟自己不同的观点 那么当你听到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你把它贴上标签 它是某一类人说的 他说的话必然就是个屁话 这种时候你就不用受到情感的折磨 也不用强迫自己去想 他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有道理的成分 对吧 这个时候很省脑子 某个人属性的人 他说的话就是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作为被贴标签的那一类人要干嘛呀 首先第一要坚定自己的内心 第二忽视他贴到的标签 我们要看到他贴标签背后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他贴标签背后的逻辑基础是对于自己的不自信 以及大脑太光滑 性人体态发达 记忆没有办法深入的分析 也没有办法承受情感的冲击 所以他只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把他自己不想听的言论一概的屏蔽到外面去 而他的屏蔽与他的标签 对于我们来讲实际上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这个东西是黑的 也不会因为他说我是绿的 我就变成绿的了 我这东西是白的 也不会因为他说这是花的 就变成花的了 所以这个作为我们个人来讲 不要轻易的给某一类人贴标签 我们作为如果被人贴了标签 也就是让他随风去吧 根本不用去在意他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再说两种 这两种就是杀伤力很大 因为它具有很强烈的情感的宣泄性 但是却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性 一个叫做恕诸情感 一个叫做恕诸人身 恕诸情感咱们简单举个例子 就是把一切的事情都归结到情感上面 最明显的例子 我一举这个例子大家都能知道 如果你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别人就会得出结论 你这就是想再逼死他 或者是说你不同意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就是有些人就会说 说他过得这么难 你们到底是按照什么心 明显的恕诸情感 把整个的话题的走向 从我们在分析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现在到底是难还是不难 为什么难 为什么不难 完全的转向了 我们对于他是不是爱 是不是关心 是不是想让他死 我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这中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论据 能推导出这个结论 我真的不理解 但是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很多人 相信这种观点 为什么呀 因为爽啊 任何人都喜欢情感的宣泄 这种你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你会觉得说到了我心里 我也很心疼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不跟我这么想的人 就是要逼死他 所以这种虽然这种 没有前几个看起来那么有迷惑性 前几个还伪装一下 但是呢 这种杀伤力却不弱 还有最后一种什么呀 恕诸人身 我们在攻击某个人的时候 经常是用这招的 比如说 我们不同意谁谁谁的观点 但是又没有办法拨持他的观点 就会说什么呀 你长得真丑 对不对 你是个矮子 或者说什么呀 就是从你的道德品质上 就开始找问题了 完全忽视了 你说的话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谁来着 那叫什么来着 权力的游戏里边的那个小矮子 那个诸如 是不是经常受到这种攻击呀 实际上在我眼里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高大 以及睿智的人 是那个里边少有的正常人 但是就因为他的外观 经常被人身攻击 导致他所持的观点 一并的受到了攻击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诉诸人身的一个 非理性非逻辑的一个思维方式 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很多的东西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我一直都是非常的相信科学 因为我太渺小了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浩瀚广大 我没有办法对于我不知道 没见过听不懂的一些 问题发表观点 我也没有办法说 因为我不知道 看不懂听不懂 没接触过 这些东西就是不存在的 这除了能够印证 我的无知与狂妄 什么也证明不了 所以呢 我相信科学 但是我也对于其他的事情 保持着热情跟探索的精神 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 我要回家啦 拜拜